这边直走右转会看到一个基隆转运站 对对它变室内的 基隆转运站6月29号星期六起就正式开放搭车 原本在港西街一带的国道客运和公车路线 都会移到基隆转运站上下车 原本的站牌位置同步停用 市政府交通处特别加派人力举牌说明 还有发传单 还可以扫QR Code 让民众感到很贴心 蛮好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一天起用 你也不晓得 我本来不晓得 那你觉得会当天还是会有人搞错 一定吧一开始 觉得还是会花一些时间 适应他嘛 对啊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会 无时无刻的注意这些讯息 对 有些人可能没有在注意的话 就在搭车的时候会 可以看到的话 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这样不会走错这样 你觉得会当天会有人承受 一定会有啊 我觉得是需要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大众 有时候在这个地方 可是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我想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你觉得说 移到里面去 对大家会有好处 其实会啦 因为其实这边的环境 如果 如果 特别是下雨的时候 其实没有很好啊 因为其他的 角度并没有说 可以完全遮蔽你 包含你现在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有室内可以 比较舒适的空间 是好蛮多的 当然也比较好 因为 因为这边其实夏天蛮热 然后就说 金融床下雨 但室内当然也比较好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五开始 就在现场 包括是在国光站 或者在金融火车站 甚至像市府转运站 还有包含深厚的港溪街 这个7楼 那我们每天其实都有派员 然后来发传单 然后让民众能够直接面对 然后跟他解释说 那转运站以后 未来会怎么运作 那之后 我们在正式营运的时候 也会有举牌 比如说身后这一些 这一些举牌的公读生 然后也会引导民众 然后指引往 转运站方向乘车 那如果不太清楚 金融转运站 到底要怎么样抵达的 市民朋友们可以 扫描这一个QR Code 然后就可以上网来看 这个动画有详细的解说 金融转运站 在预计在6月29号的时候 真是开对外开放 那所有的国道客运 和市区公车路线 都会进入金融转运站 来上下课 那转运站里面的话 就是有冷气 所以大家可以 民众可以在 舒服的环境里面 然后不用在这个炎炎夏日 在大太阳下面等车 这个对于民众来讲 想必是一大好消息 而为了方便民众开车骑车 在亲朋好友到转运站搭车 7月1号开始 市府也规划配套措施 在国光客运临时站的后面空地 设置临庭接送区 以及计程车排班区 还有海洋广场前 以及公车总站县址 画设黄线公民众临庭接驳 也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并再次提醒通勤民众 基隆转运站 还有转运站外的公车后车停 6月29日星期六起 就正式开放搭车 请民众多加留意 别跑错地方 记者黄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